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世界卫生组织一份调查数据表明 23-4岁的男性30%患有前列腺炎 50岁以上的男性超过56% 受到前列腺增生的困扰 而8岁上的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比例在90%至100% 可见前列腺疾病有可能是每个男人都逃不了了疾病 前列腺是男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器官 对男性有特别好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列腺本身有一定的分泌功能 它分泌的前列腺液就像吸的牛奶一样 所以它的作用主要是构成男性经验的一部分 也可以说它在男性生殖功能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很多男性都会受到前列腺疾病的困扰 50岁之前,年轻的时候更容易患有前列腺炎 前列腺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 让人觉得很是苦恼 而对于50岁以后的男性 除了前列腺炎以外 还要受到另外两种疾病的困扰 第一种是前列腺增生 这样就会使患者出现一个排尿特别的费劲 炎容的情况下,还会出现尿不出来的情况 或者说膀胱里面会长石头 更重要的是,还会出现一个双肾积水 甚至还会引起身功能衰竭,影响生命 还有一个是老年人容易得大 那就是前列腺癌 像其他的器官一样 前列腺也会长癌症的 这个癌细胞扩散到全身 不仅会全身的疼痛 还会影响到生命 所以男性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前列腺 生活中有哪些坏习惯 是引起前列腺的摧毁扩手呢 一,久坐 很多人特别地喜欢久坐 像上班族 宅男 前列腺深处盆腔之中 以解剖的位置决定 只要男人坐着 前列腺就会压迫 长时间的久坐 很容易造成前列腺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从而导致前列腺 产生一种无菌性的压迫性炎症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了尿贫、尿疾 尿道灼热等问题 第二就是憋尿 有些人憋尿是无法避免的 有些人憋尿是因为懒 想把工作做完 把这把游戏打完 把这个饭吃完 再把这个电视看完 其实憋尿是一种恶习 前列腺跟膀胱有密切的关系 膀胱是人体处的尿药的器官 而前列腺需要做的就是将尿药排空 如果继续变尿的话 反而会让膀胱的敏感性下降 长时间的下来 特别容易导致膀胱生理性下降 诱发尿贫、尿疾、尿痛等症状 增加前列腺炎的发生概率 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现在很多人都因为不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 而引起一些疾病 中医也认为了 吸烟、酗酒、贪食油腻的食物 不良的生活习惯 容易造成湿热内生 运气生殖器官而起充血 从而导致前列腺炎的疾病发生 男人一定要避免这些坏习惯的 同时还可以从食疗着手 他是前列腺炎的天敌 男人们坚持吃 和眼睛说拜拜 他就是苹果 有句老话说得好 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苹果的确被科学家称为是 全方位的健康水果 不仅营养又美味 而且又很好的食疗功效 老少接一 无论是对男性来说 常吃一些苹果 对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有很好的作用 那么苹果对男性的前列腺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说是格外的保健意义 在很久以前 药物没有现在那么的发达 治疗前列腺没有什么药物 国外有临床研究人员发现了 苹果这对于心缺乏症具有精灵的效果 研究就是苹果的疗法 像这个前列腺炎的病人 每天吃上两个苹果 很多人吃上就会不治而喻 那为什么说苹果就能治疗前列腺炎呢 因为苹果中 含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新元素 对前列腺有特别好的好处 因为前列腺这个器官 它跟别的器官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 它是一个富含性的一个器官 前列腺里面的心弹量大约是720毫克 其他器官平均是90毫克 为什么前列腺需要这么多的心呢 因为前列腺需要心合成一种心蛋白 而这种蛋白能够有效的帮助 男性的前列腺组织抗细菌 有一定的瞎菌作用 研究发现了前列腺患者 他的这个前列腺液里面 心的含量是显著降低的 所以这个心的含量降低了 可能是细菌在前列腺内身上的先决条件 所以这个新元素在前列腺保健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心在血液和前列腺中的含量 与前列腺抗菌杀菌能力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一般采用含性的药物来辅助作用很好的 苹果食料法与过去常用的含性药物相比 苹果汁比含性量高的药物更有效果 也具安全吸收疗效 苹果汁的浓度成正比 越浓血口越佳 其实不仅是前列腺 心对我们人体可以说很多的好处 国外曾经有一个研究发现了 对于四岁以上的中年老人 每天给他们补充20克的心 发现了他们这个血浆白蛋白水平是增高的 毕竟他们总体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 血浆白蛋白认为是人体的抗伤到一个指标 认为是一个长寿的指标 所以说给人体补充食料的心 可以帮助我们健康长寿 第二是番茄 想要保护自己的前列腺 应该在日常生活中 多吃一些含有番茄红素比较多的食物 研究发现了 含有番茄红素的食物 能够保护男性的前列腺 并且除此之外 还可以增强男性前列腺一系列的功能 番茄里面含有比较多的番茄红素 但是一定要经过煮熟之后 才能够把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全部释放出来 我们平时经常吃的番茄炒蛋 对于前列腺来说特别好搭 另外很多植物种的中 含有比较多的新元素 乌南瓜籽 葵花籽 松子仁等都可以经常来食用的 前下的朋友们 不光要吃一些含番茄红素比较多的食物 西红柿 苹果等等 还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像菠菜 油麦菜 空心菜 并且适当地搭配一些肉来吃 这样荤素搭配 对生性的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并且有很好的养生保健的作用 好的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 并能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